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麻烦了 现在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看到也门和英美之间出现了军事冲突 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稍后会和大家看看 也门为什么又会攻击美国 或者美国又会攻击也门呢? 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个局势 另外也会和大家看一下日本 再出现大量沙甸与尸体 现在是不是又有大地震的先兆 那些学者又出来解策 又出来解签 那究竟今次他们的说法又是怎样呢? 另外也会看一下下一单新闻 就是关乎在东京出现了脅持人质事件 这麽大战? 哎呀! 天下真是乱,尤其是现在日本 真是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好了,我们一次过和大家看完那些新闻 那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首先,看日本方面 这麽乱,现在搞什麽呢? 那说到现在东京的脅持人质事件 都引起大家的关注 因为有传这间酒店 就传出了打斗声 那打斗声都不止了 那更加有人就说脅持人质 哎呀! 真是搞到粒粒乱了 那有一对男女就说在这个女馆 那酒店就吵冤巴闭的 那不知是吵架还是什麽呢? 那真是... 大件事的 通常呢 吵架 通常也有很多人担心 是不是有血案呢? 那警方马上趕到现场 结果呢 看到这个男士将门反锁 发现了怀疑他拿刀挟持住女孩 那不知是女朋友还是什麽 那双方就僵持了三个小时了 那人至先最后就被获释 幸好没事而已 那日本警方就把这个男士拘捕了 那也挺恐怖啊 那当时有员工爆料呢 就说在这间房里面 即是他们住这间房 这对男女传出激烈的吵架声 那男人还怀疑有刀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警方又大为紧张 那当时有十几个警察呢 门口就高度戒备了 那这个女子最后又获释了 那就没有受伤的 那幸好呢 不然也挺麻烦的 那接着再看看日本的沙甸鱼了 早前 那时候没有大地震 大家都觉得 你看到很害怕 整天都说得很大大 那不就真是麻烦了 哈哈哈 真的有麻烦的事出来了 我们做人的事不是后知后觉 不知道不多觉 那现在告诉你们 六合彩号码是开的 这个你也不买的时候 接着你就不告诉我 就是说了你不信的 所以做人的事就是这样的 这次根据日本NHK的电视台报道 说到在北海道的南部出现了 大量沙甸鱼尸体被涌到海岸边 而说到这群密密麻麻的沙甸鱼尸体 整公里长的海岸线铺满了 而说到持续增加 当局也正在进行清理工作 因为上个月 在北海道也出现了 一千吨沙甸鱼尸体 现在又出现了大量沙甸鱼死亡 大家就觉得很糟糕 对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件事呢 有学者呢 他就看法了 就说了 没事的 小事而已 海水温度急降 通常走去暖的地方 由于海水太冷 再受到海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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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真是温柔 对吧 我觉得这一件事 像地震仙少 当然了 很多日本人都担心 这件事 其实是活有空笑 其实 这件事 我也可以这么说 日本新式 那边有大地震 日本新式 有没有沙甸鱼涌过去 其实是有的 不过 大家一定是遗忘了 因为在2023年的2月10日 当时出现了一个诡异现象 新式园 有大量民众目击 大量沙甸鱼冲了上岸 说到周围密密麻麻 尸体 当时他们担心 是不是有大件事呢 想不到这些 无导有偶 持续的沙甸鱼死亡 然后出现了一个大地震 所以 某程度上 我觉得不是不到 只不过是迟到的 所以学者方面 从他们的科学看法 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从另一个天文异像来说 我觉得是另一件大事 所以有人说 预言 未来日本继续会有大事 看来都似层层了 各位 如果未来想要去玩的时候 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 好 说完这一宗新闻 我们转看看下一宗新闻 首先 看了在美国 现在美国白宫 就说对乌克兰的援助 已经暂停了 那怎么办 不帮乌克兰手了 乌克兰自己估军作战 怎么办 帮着不帮着 连司机心想 真是大缺 真是队友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阿阿比就表示 美国在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当中 对乌克兰的援助 已经暂停了 因为现在没有钱 原来没有水 美国国会就说 会尽快处理白宫额外的撥款 请求去支援乌克兰更多资金 这个话实话 你美国都花了多少钱在乌克兰身上 这是一个赌注 其实某程度上 如果最后都是输的时候 这些钱就白跌了 白跌 当然白跌 你输了的时候 你找谁还 就算你不输 在最后重建的时候 他也可以换取 有什么可以换取 一个烂融融的地方 他到时候引入多些外国资金 不同的公司 投资下去 你叫Tesla Elon Musk 多放一些东西 建车厂 建了什么都好 然后微远 Amazon 哇 很多 说到华尔街上市的大公司 全部都放了钱 你真是 一声回来 然后他控制 一天人来屈难经济 到时候他就代代平安 这些东西 就是这样的 但问题是 大前提是 他不能输 所以美国为什么这么紧张 不可以输 不可以和谈 因为他到最后 分分钟 很多东西都拿不回来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赌注 依我所看 另外 亦都看一下 这个 哇 非洲杯出现了惊魂事件 这么奇怪 对于飞机 大家都很敏感 这一队 刚比亚 出战这个非洲杯 差点 整队人 就死了在空中 那什么事呢 那 就去这个 科特地亚出战的非洲国家杯 的 刚比亚 那 就 全程折击 他们穿着一套 很有民族色彩的底服 在飞机上排排坐 那 就 出乎意料之外 想不到 他日后再 做一张搭照 换这个运动服 然后写着 我们又上飞机了 喂 为什么连送两次的飞机 要上飞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那部机 出发不久 就截反了 原来有机组人员 发现机上 压力出现了问题 又甩门了 不是吧 科特迪亚航空表示 当他们截反后 立刻解决问题 但是这部机也取消了 最初 有机组人员 说飞机冷气有问题 但是没什么 好 过了几分钟之后 飞机上 又闷又热 每个都在睡 为什么呢 更加有些球员睡不醒 原来缺氧 当时的情况也挺危急 飞机半空缺氧 大家玩完了 那些氧气罩就没有掉下来 所以如果再飞一会 整队人就死了 幸好机师一早发现问题 马上飞回头 避免惨剧就发生了 也挺麻烦 当然了 这个叫做空中惊魂 之后再隔日再飞过 不过 不要紧了 我相信他们都明白了 为这个国家出分力 只是踢球而已 不用拿命了 对吧 真的 好了 接着到下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 大家都非常关注 究竟 在新一年 2024 是否真是世界大大 其实真是世界大大 为什麽呢 在我们的 叫做 不注意的下 甚至乎 感觉上不太强烈的情况下 某程度上 已经在开展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今次说到胡塞武装 也门那边 被美国和英国联合反击 凶杂反击 美国和英国都出手了 现在的情况是否真的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首先了解一下究竟现在是什么事 话说现在英美联合空袭 也门半军60个撤司 导致五死六伤 这件事件 其实早前 看到这个也门半军青年运动 频频对红海 那些商船撕集 军艦撕集 亦都说了 发出过最后通牒叫停火 于是 好了 你不听了 美国和英国就出手了 在也门刹那时间 凌晨两点半 即是香港早上七点半 发射超过一百飞精准导弹 精准炸弹 这种青年运动位于也门16个地点 60个撤司 而多地都发生爆炸 这种空袭持续了一个小时 就着这件事件 大家首先可能会不奇怪 究竟 这个胡塞武装 甚至所谓的青年运动 究竟是什么家科呢 其实 就是说这个 关于也门什么事 其实 你当他是一个 在也门里面的反政府组织 叛军 而这个叛军里面 好像现在缅甸 一样的内战 就是说 这个青年运动 或者这些武装组织 背后 其实就是由伊朗支持的十业派 他们在里面全支持的 也和也门 政府作战了二十多年 他们的主张是反对以色列和美国为核心 更加和加沙 哈马斯 黎巴嫩 真主党 叫做抵抗族心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他们背后 就是他们的盟友 有哈马斯 就是刚才说的 真主党 甚至乎伊朗背后 就是大大力 好了 我们去到这个环境 有人说 那无端端为什么会打起来呢 其实这个 如果大家有留意 之前我们看 我们报导的国际新闻方面 看到这个青年运动 在红海方面 它是袭击双船 那当时其实话说 因为 尔哈冲突 尔巴冲突 当时有美国 英国的 河武艦 军艦 在以色列后面 摇旗立涵 正所谓 我不出手打 我都帮你抵抗 表示支持 再加上 有大量的商船 就 受到襲击 那些商船 是世界各地不同注册的 课船 受到这些襲击的时候 美军 在附近 帮手 出手 相助 好了 那 开始有人说 那它是不是算是那些 叫做 海盗呢 海盗是很低层次的 如果你要说 因为如果你在地图上看 海盗 已经被青年运动武装组织佔据了 你要想 你举例 你当 打个例子 就是 香港一分为二 或者这么说 没那么小 其实这个地方 很大的 一半地方 或者缅甸 缅北 又不是缅甸政府控制的 所以 这个情况 所以 变成了也门 也门的部分 这个地方的青年运动组织 攻击 所以 在这个情况 美军出手 商助 帮忙救商船 但是 背后 因为美军也好 美国也好 支持这个以色列 去打哈马斯 刚才也说过 既然两边 其实这个青年运动 本身是支持哈马斯 换句话 你打他 就是 打我 你动他 我动你 所以 为什么 这个青年运动 会对美国的 军队 军艦 开战 即是攻击 刚才说的 规模不小 日前也报道过 他是疯狂 有反船导弹 彈道导弹 基本上 真的是连珠炮法 他不是基本那些 你以为那些恐怖分子 不是那些 自材式走过去 不是那些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他真的有 基本的武装力量 他一定有军备 无人机等等 所以 如果你要比较 他可能会比一些国家 军事力量 还要厉害 好了 现在 一个新的冲突 这个新的冲突 为什么我可以成为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既然 这个青年运动 也门 或者胡塞武装 什么名字都好 他们又支持哈马斯 哈马斯 哈马斯 连成一起 加上真主党 他们哪有钱呢 其实 大家之前 如果有听过报道 哈马斯本身很有钱 他们背后 有些金主 有些军火 买卖 总之 他们的钱 其实某程度上 也可以这样想 西方社会 他那些黑钱 去了西方社会 不知道怎么打个白甲钻 又在股票市场上 或者去投资一些 把黑的钱洗白了 去房地产 各样那样 那些资金 生成了之后 去赚给他们 给他们自己 去武装自己的力量 所以 这方面他们有钱 另一样就是那些金主 刚才说过 有伊朗 某程度上 我们可以想想 伊朗 金仔 那些 还有普京 那些 他们都是 有联系的 所以 你说怎么会 没有工具呢 一定有 所以 这次 你见到美国 美军 英联和英军 一起 凶杂 看到那些片 又有 预警机 又有F-18大黄蜂 跟着 英国方面 又派 飞机 战机出去打 其实 某程度上 现在 已经开始 局势 其实很乱 你看到 周围都在打 当然 这些都是一小撮 一小撮 其实我们 如果要放大一点 来看 这件事件 其实已经是涉及 很多国家 聚在一起 经常说 不觉似世界大战 当然不觉 世界大战 永远是大国出手 所有在地球上的大国 都已经 涉及了 那些大国 互相冲突 那时候 就真的是世界大战 但是现在 在现代的战争 你发觉 已经有点变了 就是 如何呢 像这一场战争也好 以下冲突 乌俄战争也好 我们看到背后 其实是 美国 好像 他是金主 给钱 乌阿兰 乌阿兰 你帮我打 他背后做操纵 他又可以在这个 国际层面上 又扮演 我没有派美军 下去 不关我事 我支持他 好像 这些 也门 胡塞武装 哈马斯 等等 你和其他 可能所谓的 伊朗 有些联系 其实他们可能 派这些 其实之前 污河局 也有的 俄罗斯 也有的 普京 你找固庸兵 也是 车神 所以 现在大家都 不想 自己大国 完全 滋湿了 他们只不过背后 幕后 做一个操控者 扯线公仔 当然 有人觉得 仍然是世界大战 因为 你看到 我们国家 中国 仍然保持和平 希望大家和平 做一个碎客 希望大家不要打 两边也不要打 那边也不要打 如果万一 Touchwood 所以 为什么 有些人 美国媒体会 吹嘘 两岸 又有大事 又有 你想想 如果 这个情况 又会发生 就很糟糕了 其实 很多国家 一定 你会看到 以美国为首 牵头 拉了很多 一条战线 可能 有一堆 在这一边 一堆 在亚洲 在非洲 在中东 之类 到时候 真的是世界大战 当然 其实现在 也是战火连天 所以 这个情况 其实 预计 他 会不会来一次波斯湾战争 因为 现在的也门叛军 经过美国和英国的凶杂之后 他们发表声明 就说 这一次是大规模侵略的行为 英美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旗下 他们的武装分子 会继续攻击两国位于红海的军艦 和区内的坤士基地 其实某程度上 后面 你 打得 他们的军艦 基本上 就打他们的国土 那么齐 你打河武艦就是 你对他 河武艦 他派出去 是他们属于 主权的宣示 人家的河武艦 等于他们的国土 你打他 攻击他的国家 所以这个情况已经是宣战的味道 当然 你现在看到是大虾势 你以美国的国力 你要摧毁他当然容易 其实要打他真的很容易 留守 当然 影片也有限 F18大黄蜂 都未去见真章 美国也未出兼抽 这批重点轰炸 他大量还有很多武器未出兼抽 所以 究竟 这个青年运动 可以逼到美国出兼抽多少 也是一个问题 美国会不会轻敌 甚至乎可能忍手 死刀先握住 拿着 好像要留一手一手 会不会是一个致命伤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现在说到由于 他们这个青年运动武装分子 会继续攻击 所以现在美国整个中东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 已经是高度戒备 那就战事了 战事了 好了 另一个就是关于伊朗 现在说到英美在荷兰加拿大 巴林澳洲支持底下 就发动袭击 反击 在红海上也是一个新的局势 红海之后 另一个问题就是 波斯湾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能源航运 尽管一个叫做霍尔木之海峡 扣留了一部 可以安装过百万桶石油 的苏尔士形的邮轮 而这个邮轮是希腊公司的 就说由伊拉克把原油送到土耳其 现在就夹着他 不让他走 伊朗就说要报复美国政权的偷入行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出现了 伊朗在这里夹原油 打算玩能源大战 全球也会出现了另一个震动 所以美国会不会在这个上面再出手 其实都是投行的 为什么呢 现在美国 自己的议会 露斥拜登 说你还没经过国会授权 总统你就已经 攻击 也门方面 你稍后撕拭了 整个美国拖落水 你又来中东战争 又来波斯湾战争 不是吧 拜登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谈清楚 是不是应该要卷进去呢 其实如果你卷进去中东战争 美国会有很多条件 你预计会有很多条件 他另外一件事 也要防甘正恩 因为你见到甘仔近期蠢蠢欲动 所以 究竟美国 有没有 可不可以戴这么多颗帽呢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所以 其实 这个局势 我可以预计得到 今年 一定是超级 超级纜纜 美国 拜登 会不会在 总统任期之前 灌一番大型的事业 我真的不想见到 不过这个地球就是这样 哪有可能 没有 最后 看看 在Amazon 说到新一年 竟然大炒鱿鱿 有500个员工就失业了 真可憐 想不到 连Amazon都要炒鱿鱿 因为生意不好吧 说到旗下的串流影音Premium Video 美高媒的工作室 和直播平台的淘旗 也会进行大规模裁员 挺夸张 生意不好 真是 没办法 他们都很残忍 请人吃这个无情鸡 另外可以看這單 關於瑞典有35個人去米芝蓮餐廳吃了6萬元大王餐 不是嗎?這麼誇張? 那麼誇張 在瑞典南部 竟然這35人整團人去消費 非常不客氣,狂點東西喝飲飲食醉後坐的士離開 沒有一個人付錢 真誇張 後來警方就拘捕了他出來 拘捕了這群人,但覺得是民事糾紛 想著結束調查 想不到公眾和媒體關注,所以警方重啟調查 這些應該是有意的 他犯法,應該要想辦法拘捕他 沒理由放他一馬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拜拜